MING PAO TORONTO 世界各地,我去過很多不同的地方 有哈薩克 坐火車的 不錯 開電單車 尼泊爾 行山 古巴 開車 有調查說 香港是全球交通運輸最方便的城市 真的嗎 根據2017年的調查 在全球交通運輸最方便的城市 香港在全球一百大城市當中 贏了亞洲首爾,新加坡 贏了歐洲的巴黎,倫敦 成為世界第一 香港每天有九成人坐公共交通工具上班 比例也是全球第一 究竟這個你和我都有份參與的世界第一 是怎樣創造出來的 香港的交通網絡只可以成為世界第一呢 是因為我們有一個很高效、多元化 而且不需要政府長期補助的一個交通系統 跟全世界比較 就是我們所有的交通工具 那個品種真的很多 香港是全世界上擁有最多交通工具的地方之一 包括港鐵、巴士、小巴、電車、的士、纜車、火車 還有小輪 而回歸之後更加有高速鐵路 總類不太多 在交通史上更有份量 電車是全世界最古老的交通工具之一 但直至1979年,第一輛大型電動列車出現 才真正將香港人的地域距離 交通時間縮短 港鐵是全球最繁忙的鐵路系統之一 每天搭港鐵有接近500萬人次 香港人每天坐港鐵的路程 加上的總長超過1億1728萬公里 我今天真的很興奮 因為可以來到港鐵的其中一個總部 如果說這裡的控制室是心臟 腦軌就是血管 列車就一定是他們的養分 今天請了一個資深的車長 告訴我整件事是如何運作的 謝謝 葉車長,我知道你做了25年車長 甚麼驅使你做25年 是一種使命感 因為會服務到乘客 另外,其實我是鐵路迷 本身小時候儲鐵路模型 儲車票 你主要是負責哪條路線 港島線 這麼巧?我住港島區 說不定你載過我 做了25年 你現在的位置是車長,對吧 是 再上一級是甚麼 警察 為甚麼你不做警察 因為我不捨不得這輛車 如果做警察是不能駕駛的 對… 即是管理層 你就不能下手下腳 對,因為我第一天進港鐵後 我看到這輛車 我已經試過這輛車是我兄弟 這麼有感情? 對 我已經感覺到你,眼淚淚淚了 你別那麼感動 你那麼感動,我也很感動 因為我從小到大都是坐港島線 你應該再過很多次 謝謝你載到我回家每晚 港鐵現時有超過170個站 站與站之間的車程 平均只需要兩分鐘 而尖東站,全長300米 曾經擁有全球最長的月台幕門 車站多,辦事物更加不會塞車 在70年代 要在新界東面的烏溪沙 去到香港東的柴灣 至少都是三個小時 現在只需要一個小時 究竟要控制這麼大的列車 有甚麼感受?我馬上就知道了 這就是你平時駕駛列車時的 座位或座位 環境很相似,對吧 是,沒錯 那現在這裡有人在看哪裡嗎 其實現在我們在柴灣站 是嗎 是的 是 看到我家,以前的收機彎那邊 首先你要拿到控制 拿到控制? 是 還不是這塊東西嗎 是,不止的 還有你下面的東西 這塊東西是甚麼 是,我們叫Mose Letter 首先你把Mose Letter扭向前往 前往,好 然後你把手… 按住 按住 按住的按鈕,對 對,然後你拉到E 那E這個應該是… 是,駕駛列車 我們這裡是駕駛的 是 現在你把駕駛列車 拉到Emergency,E 這些是密碼鎖 這樣可以看到的 然後你現在可以轉去自動 對,推到自動 推到自動,好嗎 對 先幫我自動的按鈕 千萬不要碰到這塊東西 自動的按鈕 對 好,這樣就行了 那我現在要踏彎出發了 對,出發了 你按住就出發了 好 對… 現在我們的斬 一個站和一個站很短 是 你很難去得很快 是,它會計算到 甚麼時候下距離 是 沒錯 即是全都在整個系統上 甚麼時候下距離 甚麼時候差不多下距離 就全都幫你解決了 沒錯 那車掌的責任是甚麼呢 就是監視路軌的環境 是 附近的環境 而且透過電視 保持跟中央控制室 OCC的聯絡 有像的士司機那些嗎 有衣服 今晚在這裡宵夜 沒有,我們沒有這些東西 是 港鐵網絡是跟香港一起成長 一起發展 我後面這就是港鐵的車務控制中心 亦是我們鐵路運作的心臟 在這裡收車之後 是一樣繁忙的 每晚我們有數以百計的工程同事 在網絡不同的位置 進行一些維修保養 確保我們鐵路的設施 能夠維持一個良好的狀態 車務控制中心 也會密切地監測住的情況 確保工作按時完成 第二天準時開出頭班車 去服務市民 回歸時沒久 我已經加入了港鐵 記得當時是98年 一場快線開通 當時我在香港站就當站長 港鐵網絡在這25年來 不斷地整合和擴展 開通了好幾條線 包括了將軍路線 直視離線 南港島線 屯馬線 以及我們剛剛通車的 東鐵線過海段等等 這個龐大的鐵路網絡 系統環環相扣 除了我們前線的車長 以及車站同事之外 其實背後還有很大的車務團隊 包括了車務控制中心 車廠 工程維修的同事等等 全體每一個環節完美地配合 以及我們約一萬名的同事 每天日以繼夜地緊守崗位 才可以為乘客提供一個方便快捷 安全可靠的鐵路服務 在25年來 鐵路網絡擴展到超過266公里 約99個車站 貫通全香港的18區 我們每天平均接載 近500萬的乘客人次 港鐵網絡是跟香港一起成長 一起發展 一說開蜘蛛網 大家會否聯想到 香港的交通網絡 你看, 密集到 香港之所以成為 全球交通最方便的城市 因為我們大型集體運輸 交通工具網絡的路線 非常細密, 而且互相連接 除了港鐵 在地面上行走的巴士 亦是另一種第一的集體運輸工具 現時香港有接近750條巴士路線 每天載客量超過300萬人 全香港有超過8000個巴士站 每一區至少有300個巴士站 好像軒尼斯道一樣 平均不夠100米 就是一個巴士站 我們香港的路面是有限的 我們怎樣可以有效地使用這個路面 公交其實就是使用路面 是比較有效的一個方式 我們無論是有一些新市鎮 北部都會區 要發展的地方 或者大嶼山 我們都會由一些鐵路去配合 而其他巴士、小巴 這些公共交通 就會作為一個輔助的形式 香港作為全球交通最方便的城市之一 因為這個小小的地方 面積只有1106平方公里 但是交通工具的種類和數量 就多於很多超級大城市 地底有超過360列港鐵 地面就有超過4800架巴士 4350部公共小巴 18000架的士為香港人服務 而在當中 還有一種交通工具是世界唯一 我覺得香港的小巴是世界唯一 因為它是一個在的士 和集體運輸中間的一個交通工具 有很多城市其實它們是沒有規範化的 沒有正式要將它的價錢 或者班次去規管 但是香港我們就能夠 在這兩個中間 就拿到一個平衡點 在香港,小巴分紅汽和綠汽 班次和收費不受管制的紅汽 就有超過977架 專線小巴6汽就有超過3251架 香港人每星期 平均乘搭差不多三次汽車 跟其他城市不同 小巴在香港不是輔助 而是我們主要交通工具之一 小巴的前身 我們可以追溯到60年代 那時候有一些叫做 九座位的的士 主要就是要服務一些比較山多 比較離市區遠的地方 就是元朗、上水和荃灣 後來就因為香港有大罷工 所以那些專型的巴士服務 很多就受到很大程度的影響 所以這些小巴就很大量地增長 之後1969年就正式規範了小巴 這個小巴其實全部都是紅汽車 直至1972年就正式 把一些紅汽車轉為綠汽車 第一條綠汽車的線路 就是山頂的一號線 在香港這麼多的交通工具裡面 我覺得紅汽車是最有挑戰性的 它沒有時間表 唯一可以做的就是等 看看自己好不好運 我小時候經常由修基灣 坐到大園、銅鑼灣 很多童年的陰影都在上面發生 好運 現在讓你下車給我 下車給我吧 好 以前的紅汽車飄得很快 現在感覺上座紅汽車比以前安全 而且一上車就怕另外一件事 你有沒有試過想 坐在裡面還是外面 下車的時候會否快一點 還是會否阻礙人 又或者拿著一張100元 搭乘2元的車子 還要看看他的樣子 輸了 我相信舉起一隻手的叫下車 不是很多人的童然陰影,對吧 不過現在下車就方便很多了 因為現在是有制 就可以方便一些 社交恐懼症的男生、女生 現時全港紅綠車路線 一共超過600條 市中心、山卡拉的地區都有 而綠色專線小巴的載客量 每天更加達到130萬人次 作為一位資深的小巴乘客 接濟隊就準備了一個測試考考我 在香港,紅綠車路線有甚麼區 不可以行駛 新界區 錯 離島區 錯 禁區 差兩隻字 機場禁區 答案是指定禁區 好,去第二條 小巴是用石油器、柴油 還是電去行駛 電油 錯 不是柴油吧 答案是全部都有 即是有電動嗎 好,第三題 小巴的行駛時速上限是多少公里 260 因為它的咪高標 最多是可以去到260 你說上限 它的合法是行駛時速 但你問題問得不好 80 沒錯,是80公里 你答對了 是時候重拾我搭紅綠車的尊嚴 前面轉彎燈不有落 前面轉彎燈不有落,麻煩你 前面燈不有落,麻煩你 白馬線不能有落 我知道 試試你而已 白馬線之後下吧,好嗎 好,好,好嗎 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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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便的交通,令我們節省時間 節省到第一 原來我們在財富金錢 也拿過第一 在2014年調查裡說 香港是擁有全球 最多千萬富翁的城市 世界第一 這裡是港島東區 根據調查,這裡聚居了 最多百萬富翁 每10個人就有一個是 總有一個在身邊 這個是百萬富翁 那個是百萬富翁 這個也是百萬富翁 我到處的也可能是百萬富翁 香港千萬富翁的淨資產總值 裡面有71%是物業投資 平均每五個香港人 就有一個擁有一個物業 而全港有超過28萬人 擁有兩個物業 有句話叫做 收生、齊家、治國、平天下 在一個人的成功道路 其實已經刻滑了 原來齊家是要食家立室的 就是要找一個地方住下來 去落地生根 才有一個歸崇的感覺 香港這麼多年的經濟發展 都是令你上車 可以跟著香港的經濟步伐 一直進步 一直累積到財富 在香港智庫的一條最基本方程式 就是買樓 這也是充分非必要的條件 也就是說你智庫不一定要透過買樓 但是你買到樓 就一定是智庫的一個重要過程 在追求這個財富第一的背後 同時也代表著不同年代香港人的夢想 直至1947年 當年華資地產商吳多泰 引入了外國分層出售的賣樓制度 即是分層業主 能夠共同擁有地權 由以前買一間屋的概念 變成可以只買一個單位 加上霍英東在1954年推出 分期付款和賣樓花的銷售策略 安居置業的門檻就低了很多 這麼多年來 香港有不同類型的樓盤出現 樓宇買賣、地產代理 也成為一門專業的學問 香港的地產代理 是做得很有效率的 為甚麼 因為我們現在收到的 大概是2%的費用、用金 中觀全球其實很多西方國家 都是收到6%、7% 甚至雙位數字都會有 在世界各地的大城市 不同的金融經濟交易 都有各自供應的指數 去顯示和分析市場的走勢 而香港在1999年 就首次出現了一個 專門分析地產市場價格變動的 中原城市領先指數 本身房地產這個行業 是非常不透明的 亦是客人很難可以清晰地知道 市場的確切狀況 所以我們才會去做 中原城市領先指數出來 就是讓客人可以了解到 市場究竟是升級還是跌級 令市場的資訊更加公開、更透明 為甚麼叫做領先呢 就是因為我們用到中原集團裡的 一些臨時買賣的數據 來進行這個模型的統計 雖然你說是臨時買賣合約 但因為其實多數的臨時買賣合約 都會最終成為真正的交易 所以它有一個可信用度 我們所產生出來的數據 就會比譬如政府的數據 可以更快地反映到市場的轉變 這個指數不僅反映樓市 其實亦顯示了香港這個城市 和香港人財富的實力 其實我們的公信力一直提升 一直可以很準確地反映到 香港樓價的動向 一直發展下去 除了讓我們的客人用 亦有很多學術研究的機構 客展商或相關的一些行業 都會用到我們這個指數 只有20分鐘休息時間 可以做甚麼 不是了,把握時間了 跟其樓市那麼暢旺 看看樓價買個磚頭也好 這個複色適合我 還有一個VR看樓街,這麼棒 是真的嗎?先按來看看 近年不僅打遊戲機 生活上很多的範疇 例如醫療、教育、零售 都運用到VR的技術 而這個VR看樓服務 之所以是新體驗 因為他除了看之外 還可以即時問 跟經紀即時對話 VR看樓真正的考驗來到 究竟真實的單位 跟VR看的是不是一樣呢? 你好,請問如何稱呼 我姓洪 是否對這個複色單位有興趣 我可以帶你去看看這個單位 當然好 現在進入3D模型 現在正在展示第一層 也可以獨立看第二層的設計 也可以兩個搭在一起 這個3D模型真的很吸引 先看看平面圖 還展示了每個地方的大小 是否在哪個空間 我可以自己按嗎 你可以在下面有空間切換 按一下 你就可以選擇哪個房間想看 我先看主人房 因為自己享受的 是… 你也可以在畫面上掃 可以360度看 風景很棒 上面有一些一點點 其實你也可以點進去 就像走到窗邊一樣 不如我們先到第一層 看看客飯廳吧 左向向南 這邊的平台向東 真是不錯 這個傢俬我不太喜歡 可以叫業主搬走嗎 也可以的 其實你有甚麼要求 如果傢俬不適合用 也可以叫業主搬走 樓底好像挺高的 對,因為這個單位 是頂層的特色戶 高度限制未用盡 所以樓底可以做得較高 這個有3.8米 好了,我想上樓梯那邊看看 我當然可以直接跳上去 但我想感受一下 好像打遊戲機一樣 去到天台 對,還有一個傢俬在這裡 我覺得就這樣看也不夠過癮 要現場看 上幾點來到,你告訴我 那我們帶鎖匙上來跟你看吧 好,你等我 兩個小時後見 再見 再見 VR看樓樓,我就很滿意了 但真實情況是否也是這麼好 紅先生,那我們一起進去看看吧 好,謝謝Hernice 是,紅先生,歡迎參觀這個單位 跟VR看似近乎一模一樣 原來3.8米樓底是這麼高的 有一件事是感受不到的 就是這裡的空氣 真的很貴 對,除了空氣很值錢之外 這裡眼前的樓全部都是一等一的豪宅 還可以看到山頂零小角 以前看樓樓 我們要親身去到現場看樓 現在有VR科技幫到我們 這個科技是否有很多人用 其實是幫到我們很多公司 和客人 因為有很多盤都是連租約 租客不會開門讓人看樓 之前疫情比較嚴重的時候 業主未必想開門 購買家也未必能開門 所以可以看這些VR 就可以令他們更加了解 那個物業的情況 隨著科技發達 資訊的透明度又高 這個VR看樓技術 就幫助買家 在選樓的過程中 省了不少時間 正所謂Time is money 難怪香港人財富第一 香港人還有一個強項 就是儲錢 有一個人均總儲蓄的 統計顯示 在1997年 香港人每人每年平均總儲蓄 有40萬 去到近年 已經提升到179萬 對於很多香港人來說 儲蓄金錢 除了令生活有份安全感之外 也希望可以留給下一代 根據世界超級財富報告所分析 一般富豪的財富 有45%是靠組任 但原來有55%的富豪 就是靠自己白手興家 香港人可以把磚頭變成金磚 甚至可以由沒有變有 Kent,李尚君 1998年出生 回歸25年 他今年即將25歲 但他已經創辦了香港首批 共享租車平台 而且賺到他的第一桶金 沒有家庭、沒有負任 他最大的財富不是金錢 就是自己的努力和勤力 現在是早上7時 究竟97後的年輕企業家 Kent 上班了嗎 馬上來到他的辦公室突擊檢查 早安,Kent 早安,Tony 你這麼早就已經在這裡了嗎 當然不是這麼早 我昨天在工作也沒有走過 你來參觀一下吧 當然好 首先,我的位置就是這裡 你看,我貼了很多紙 提醒我妹妹要做甚麼 介紹了我的拍檔給你認識 這邊就是我們整個市場 和CS的同事 你好 即是又年輕,又拼勁 那是怎樣 年輕人的團隊 對,對 Tony,還有一個會室 我帶你參觀吧 好 你看到我們這裡有很多汽車模型 有些在我創業前獲獎 其實我們每天花最多時間在這裡 因為開會和交流都在這裡 所以我的靈感就來自這裡 沒錯… Kent的生意並不是靠門面包裝 他租車生意的車 全部都派在元朗的車場 而和客戶的交易聯絡 就在網上進行 他寧願投資自己所有的時間 去管理員工和舊橋 接下來也有很多汽車租出去 我們會把汽車做日常的行常保養 今天也有一輛汽車 我們要租出去也要做保養 不如一起去吧 你經常說,你買一輛汽車 一落地就已經虧了很多錢 那是否因為這樣而啟發你 不如租車吧,是嗎 我們一直都覺得 其實汽車不是一個虧錢的產品 我們想讓它成為一個 投資或服務 希望為香港出行市場 帶出一個新的選擇 其實在香港 我們也知道交通很繁忙 如果我們可以重用到 一些汽車的限制資源 其實對香港整件事是一個好處 就是有點共享的理念 租車的市場在香港 其實還不算很成熟 是 歐美的地方是很成熟的 會否…我們經常比喻 車猶如老婆 我們中國人始終想擁有一輛汽車 會否因為這個看法 令我們難去普及化 對,其實我覺得市場的想法很重要 始終香港未必能接受到 我輸出一輛汽車出去給別人用 會否有人不適合我的汽車 我們做了很多風險管理 例如我們會有車隊管理系統 除了知道車在哪裡 我們也知道租客駕駛行為 你會否有急駕駛軚、急駕駛油 這傢伙超速 對… 他在感覺車 對 你會否打電話給他 洪先生 我知道你很趕時間 但希望你遵守交通 我們會有客服系統 去提醒他 而且我們也會做一些商人的管制 保障車主和租客 很好 2010年的時代周刊 將共享經濟列為 十大將會改變世界的主意之一 共享汽車要克服管理和監控的問題 阿Ken就用了很多不同的 高科技儀器去解決 但近期疫情吧 會否對你的生意很大打擊 反而不會 因為在疫情之下 其實市民也不想乘搭公共交通工具 對 反而會租更多車 是的 是否生意更好了很多 也更好了一定程度 我們不是為了賺錢而做這件生意 我們是為了改善這個社會的痛點 聽位不足、汽車限制等問題 這是我們更大的理想 以及更大的環境 黃昏的時候 阿Ken回到公司又要立即開會 因為原來他租車的生意 又有新想法 很棒,他將來會開會 關於AI和將來科技的會 我最想聽 我們公司接下來 有兩天很重要的事情要做 首先我們會繼續研發 我們的AI和大資訊息 就是我們的租客駕駛行為 我們透過車隊管理系統 可以實現到 例如最辛苦的廠牌車 左邊窗就會落 右邊窗就會落 這些技術都需要資料去支援 另外我們也希望公司 可以採取一些工作3.0的市場 例如我們的車 會否有可能轉到NFT 讓人們討論一下NFT 他的新想法 就是Auto FinTech 汽車金融科技 跟他之前的共享租車理念一樣 阿Ken也是香港第一批 將金融科技 形容在汽車生意之上的人 我覺得年輕人最大的優勢 和最大的本錢 就是我們年輕人 我們有更多機會去嘗試 所以我覺得香港現在的年輕人 最重要是踏出自己的第一步 去嘗試是最重要的 我覺得最後我會用我的資源或資本 就像現在的老輩幫我 都會投資到下一代身上 因為我始終覺得 年輕人就是香港的未來 也有一個左右命 就是不分夢想,最貴重堅持 香港很多人都有他的夢想 很多人都想完成他的夢想 但一定要堅持下來 希望以我的例子 去勉勵更多香港年輕人 其實堅持下來就會有成功 而且香港是一個 最適合我們去繁忙的地方 對別人來說